韓文 這裡 這次我這個角色 跟我以往都有很大的分別 說話 就要單單打打 很囂張 他不是男生 頭那種囂張 而是因為 他是故作堅強那種囂張 而且他很搞笑 因為他 就結過分 又死了老公 所以他是一個堅強的外表 底下擁有一副 一個玻璃心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跟我之前的角色很不同 還有最不同的東西就是 這次經常都要穿小背心 短褲 我覺得導演們 一定是垂研我的美色 然後 然後 所以我這個夏天 監製也給了一個很大的任務 如果我 如果我肥一點 那就會很難受 所以我一定要好好鍛鍊 希望大家會有一個 緩然一身的感覺 因為之前都沒有這些造型 你這個角色那麼多歷練 自己是怎樣去領略 理解的 角色的歷練 為什麼去理解呢 因為其實這個背景 在聽故事的時候 已經聽得很清楚 也都自己很明白 因為監製想我去表現那個角色 是一個 用一個什麼方法 又或者是用一個什麼態度 所以 初型 我自己就覺得 都稍稍得到 但是 你說 因為我沒結過婚 又 沒試過 就是 又 我 我沒試過 沒有失去了 自愛的感覺 那 都 看一看戲 看一看戲去領略一下 感受一下 但是 其實 我這個角色 就不會放太多蝙蝠 在我的以前 反而就是 在我現在 我怎樣去 和我幾位 以前好姊妹 重修舊好 因為我們中間 有一些都很大的誤會 令到我們是 從 這個上學到 現在這個時期 是沒有說過話 也沒有看過面 那 這個 就跟我以前 這個 做四個女生三個巴 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做四個女生三個巴 的時候 那個感情是很黏著的 大家都對大家很好 但是這個 就不是 已經不是那個 清潔的 實習律師 這個已經是有 經歷的 失婚婦人 對 那 希望對大家的感覺 在美國 看到Moon的演出 都會有一點不同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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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